大家好,我是Emzee 今天讲的主题是可以共富贵不可以共患难 打一个例子就讲两个商业企业 他们做的行业都是construction 我想表达的就是A和B已经开始有自己的不同思维 A就想继续走下去的行业 B就觉得承担的风险很高 跟B开始就不适合了 当然是过去之前 还没有大风暴之前 大家拥有的都是大屋大车 全部都是公司数 但现在因为大环境的影响 水后要锁低 B就开始有些很不习惯 这样就开始要拆股 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的customerA就来找外卫 如何好 经济这么差 cash flow也不太好 个人的看法就是 人量低潮 或者整个economic差的时候 最好看出人性 可以共富贵 而不可以共患难的时候 我建议就是 应该拆股 大屋大车的时候 你又没有规待它 共患难的时候 反而B的business partner 就多多东西 搞多多动作 ok 那倒不如 就断了 这样分了去也好 大家都不需要 搞太多东西 ok 因为毕竟经济 迟早会回来 ok 如果可以把整间公司 卖下来 我个人看法是好事 毕竟这个是 跟 Company Law 之类有很多 法律上 有些 步骤要控制 但是 如果从生意角度来说 如果你的partner 和你的思维 已经不一样的时候 已经无意思继续继续 ok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这么富贵 就容易 这么患难 真的很难很难 那第二个case 是自己生意 ok 自己出来创业 就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基本的 这个case 这样一样 当是遇到 找到钱的时候 都是买大屋 大屋 大车 这很正常 家人 当然非常开心 那段时间 但是都是在Company 这段时间 三年时间里面 真的实在太差了 自己都逼于无奈 又要卖家 又要卖车 甚至差不多去到 离开了 但是很不幸的是 就是享受习惯了这些家人 就接受不了 他面临破产的这个环境 他自己非常感到 找我谈谈 ok 我就问他 其实当你找到钱的时候 你有规待过你身边的家人吗 ok 大屋 大车 这样是你身边最亲的人 到这个 共患难的时刻 都不会去体会 ok 不会体量 那我觉得 你自己去衡量 那些人生都是一切 我们一生 ok 应该做的你做了 我去到家的话 真的很负能量 很负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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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说呢 令到这个做生意的 我的客户会比较重 但你可以想象 整个市场这么差的时候 当男人在外面 奋斗了回来 一回到家的话 就被负能量 你继续 一只吸引 一只 这样小 你可以想象 这个家的负能量 是多差的 那你怎样去继续奋斗下去呢 那 上次下去 你就是被消耗了 就是能量 这样 这两个例子就是告诉我们 无论什么情况之下 共富贵的情况 人是哪里都能找到 而共患难的 就是数数无几 如果你生命中 真的有找到一个 可以与你共患难的 那麻烦你真是好好珍惜 这样的故事 希望帮到大家 啟发一下 生命中 其实是有高低低 是很正常的 就是希望 给自己一个 啟发 OK 先管好自己 做好自己 OK 无论什么事发生都好 好的东西 迟了都会来 坏的 好 今天分享到的位置 下次再分享多些 真实的人心股市 OK 拜拜